空污陰霾笼罩 台湾上空 宣服威力连口罩都挡不住 卫福部今年6月公布 台湾新十大死因 有7项跟PM2.5相关 汇知不去的毒气阴霾 如今可能有解药 羊肉炉药膳补品 这其中有个共通点 就是中药材当归 将当归萃取液加入血红蛋白 真的有惊人发现 当归里面的成分 它可以帮助血红蛋白 更容易释放氧气 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器官 中山大学的气胶眼科中心发现 当人体吸入PM2.5 慢性阻塞肺部时 使用当归却可以提升输氧量 红血球中的血红蛋白 遇到当归萃取物 竟然真的增加排氧 并不是直接的去对抗PM2.5 而是说去保护我们的器官组织 不至于这么快的发生组织缺氧 除了中药材 中医师也将食物划分颜色 白色的萝卜 南姓北姓或穿备梨子 绿色的绿豆丝瓜 黑色的木耳都能润肺解壳 拿来磨一磨 然后做杏仁茶来喝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搭配 那我会建议早上喝 穿备磨成粉 然后跟梨子蜂蜜下去炖 炖那个汤来喝 也有很好的一个润肺脂壳 而海带牙跟昆布泡水之后 出现粘液 则是可以吸附体内的重金属跟围尘 脏控器问题正式无解 只能靠随手取得的食材 当归白绿黑色蔬果 民众自救解PM2.5的毒 解禁博士高梦柔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